大家好,我是铁锤 前两天看央二播放的财经新闻 韩国4月份的青年失业率为6.8% 环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相当于40岁以上年龄组失业率的2.5倍 且从去年11月以来五连涨 形势非常严峻 韩国统计局指出 青年就业率持续下降 放弃找工作的年轻人数量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 年轻人一心向往加入大型企业或忙于准备公务员考试 许多大学生情愿选择延迟毕业 目前韩国有就业经验的非在校学生人数接近400万 这些人平均需要花费11个月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其中有超过8%的人 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找到正式工作 韩国超过半数的青年失业者 要么啃老续命 要么靠打零工狗活 之前看新闻说 韩国有50万三不年轻人 不出门 不就业 不社交 青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韩国的青年失业危机搞成这样 不由得让人担忧其前景黯淡 我查了一下 四月份韩国的最低时薪是9620韩元 折合人民币约51元 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430万韩元 换算过来是23000元 对比一下 我们的平均时薪只有20元 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还拿着每月4000元的工资 才发觉韩服好像比国服容易多了 毕竟人家挣得多 看完韩国 再看看我们自己 统计局数据显示 四月份我国城镇16至24岁 劳动力失业率为14.7% 环比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 从去年12月开始 青年失业率就剔除了再校学生 关于这一点 统计局发言人有解释过 再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而不是兼职工作 如果把再校生混在一起 不能准确反映进入社会真正需要工作的青年人的就业失业情况 为了体现数据的真实性 增加了不包含再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 四月份的数据是7.1% 环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比韩国好点 但仍然高于我国的整体失业率 我认为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数据要比实际低很多 因为失业率的度量需要明确的统计口径和范围 现有的统计标准并不明确 为了润色数据 光失业类型就有14种 这导致不同机构 部门和地区在统计时存在差异 而且有不少失业人员没有统计在内 进而影响了数据的真实性 视频的开头 拿韩服和国服比较 是因为二者的青年人就业情况属于同一水平 但不能就此说数好数坏 毕竟我们与韩国国情不同 管理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和管理一个浙江省人口体量的国家 还是有区别的 说难听点 韩国领土和人口决定了其发展上限 所以他们生来就是小国思维 怎么让几千万嗷嗷待补的年轻人 找到生存途径这种问题 对他们来说超纲了 当然了 我们之间还是有共通之处的 那就是大家都是卷盲 前几天聊史诗及政策 就房地产的时候我说过 就房地产的关键 是搞复明政策 就老百姓的钱包 就其根本是解决就业难 和收入增速下降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 当下几个高热度话题 聊聊网络上群情激愤的 青年人就业难现象 首先 今年又有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来袭 而且观察过去 十几年的出生人口走势不难发现 未来十年 每年新增的大学生 都在千万量级 网上有人调侃 现在的大学生严重过剩 一半以上毕业及失业 然后要么延迟毕业 换得赛到继续卷考研考工考编 要么卷摆摊直播外卖快递 既想保留面子 又顾不住李子 不少人都怀揣着短期暴富的梦想 前段时间 何泽郭友才爆火 很多人让我谈谈看法 网红爆火其实就那么点事 努力决定下线 平台决定上线 郭友才能火 看似偶然的背后 实则是必然 回顾短视频兴起的这几年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草根逆袭的现象发生 这其实是平台造神的结果 和之前外卖小哥三年赚百万的剧情 如出一辙 平台经济 资本是幕后推手 捧红一个草根 其实是为了吸纳千千万万个怀揣 同样梦想的草根的加入 为平台免费打工 究其根本是为了更大规模的收割 所以我一直都不提倡大家 以当网红 搞直播为职业 因为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流量生意的马太效应更明显 对工序良俗的挑战也更严重 平心而论 网上人人都想当网红 其实也可以理解 因为一边是就业空间狭窄 一边是网红日赚抖金 挣钱像喝水一样简单 年轻人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 说实话 我有时候都想重开人生了 其次 最近多地针对铁人三项之一的网约车 发出了饱和预警 提醒人们渗入网约车行业 比如 景德镇市区网约车日均接单量在15单左右 日均运行收入不足240元 济南更差 日均接单量不足10单 逃去成本 四季一天仅能挣100多块钱 收入远低于预期 此外 鹰潭 商丘 莆田 重庆等地也相继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 提示本地网约车市场区域宝和 运力已经远超实际需求 网约车行业发出预警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新入职四季暴增 过去三年 四季增长166.8% 发放的驾驶证 从2020年的254.5万上升到了679.1万 除了司机 网约车平台公司过去三年 也增加了66.7% 二是乘客和订单增速缓慢 增多周少 2020年底 网约车用户规模是3.65亿 去年底是5.28亿 三年只增长了44.6% 换个角度来说 三年前是200多万司机服务3亿多用户 现在是700万司机服务5亿多用户 至于订单量的变化 就更不乐观了 2020年底 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 共收到订单信息8.1亿单 今年三月底 共收到订单信息8.9亿单 三年前是289万司机分8.1亿单 现在是700万司机分不到9亿单 这几年 很多公司效益不好 直接取消了员工外出打车报销的福利 不少人向我反映 现在都是坐地铁出门见客户 这一下就少了不少网约车订单 另外 随着私家车的普及 网约车的需求也在大幅萎缩 比网约车行业饱和更甚的是外卖行业 去年4月份 很多城市就发出了部分外卖站点 骑手招满的公告 一些站点甚至也开始卷学历了 只招本科生 曾几何时 被很多人看不上的外卖行业 也被卷成了知识密集型行业 大学生占比都超过三成了 且还在不断上升 铁人三项之二已经发出饱和预警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些与底层人员密切相关的 维持生存成本的行业发出饱和预警 从业人员的收入开始大幅减少 释放了什么信号 这意味着现在连很多人的退路都快卷没了 骑手的工作被大学生抢走了 网约车的工作被失业的中年人抢走了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 其实就是劳动力供大于求 简单重复出卖体力的工作 也卷出了新高度 要知道 在就业市场上 要求越低 工作越难找 因为应聘者结构是金字塔型的 越没有技术含量的工种 符合要求的人也越多 这样畸形发展下去 结果不是企业提高待遇 而是提高应聘的门槛 变相加速学历贬值 大学生越来越不值钱 话有点难听 但事实就是如此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 现在是不是很多以前没有多高门槛的工作 也只要大学生了 一些街道社区的办事员 网格员也要挑名校研究生了 深层次剖析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增速下降 企业效益不好 开始收缩减员 能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 二是单纯的岗位与专业不匹配 现实中很多行业都出现了岗位比人多的情况 根源在于 校企无法有效衔接 企业需要的是全能型人才 整个教育机制 仍然旨在培养高素质的工人和技术人才 及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分裂 结果是无数人受困于其中 局促在现存的有限资源里内卷 此外 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一些岗位也正在被机器取代 比如制造业和装配线作业工人 收银员 高速收费员 数据录入员等 所以 有时候抱怨社会大环境不好 工作难找的时候 你的竞争对手 除了其他行业输出的人才之外 可能还有冷血无情的人工智能 当然了 机器暂时只能替代简单重复的岗位 更深度的威胁 我觉得还没有到来 视频讲的有点激动 每到这时 我的嘴巴就闲不住 总想吃点小零食休闲一下 对了 给大家推荐一家零食店吧 我总在他家买 去年春节的时候推荐过一次 最近也老有人问 他就是厦门秘义工厂零食店 他们家主打的是朴实量大 一袋一斤装的那种 我吃的最多的是 他家的爆浆黑芝麻丸 鸭脖和千层小麻花 爆浆黑芝麻丸品质好 营养又美味 外层包裹着满满的黑桥 不含反式脂肪酸 可放心食用 夹心也是七种黑色原料特调而成 一口下去会在嘴巴内爆浆 别提多满足了 千层小麻花也有儿时的味道 口感有层次 酥脆掉渣 原味椒盐烧烤三种口味任你选 我最喜欢椒盐的 更不错了 跟小B一样长 淡气包装 肉质厚实 实不相瞒 这个鸭脖我吃起来 竟然有牛肉的口感 也是三种口味可选 香辣蜜汁加烧烤 撕着吃最过瘾 大家一定要试试 对了 蜜加其他各种 亮大食会的小零食也值得一试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5月31日晚8点 至6月20日 有618的活动 满300减50 可叠加评论区置顶粉丝 专属优惠券使用 大家记得先领券再购买哦 嘴巴过瘾了 我们就接着往下说 既然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就业的癥结是结构性的 而且与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 那么到底该如何破局呢 毕竟每年还有1000多万的大学生 嗷嗷待补 说实话 现在没有太好的解决途径 不单是数以万计的个体 在面对这件事时茫然无措 宏观层面 亦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 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人说 让老年人提前退休 腾出工作岗位 就能完美解决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还能有效促进消费 可谓一举多得 这样想就太天真了 就业的事并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么简单 核心在于岗位的不匹配 退下来的1000万人 并不完全适配新增的1000多万大学生 因为品种不一样 单纯从替代率来看 能有50万适配就不错了 因为现在退下来的人 大多都是三四十年前 从事基础岗位的工人 靠着摸索日积月累练就的技术工 大学生的比例可能连1%都不到 既然能顺利继承前辈岗位的大学生只有50万 那剩余的950万会去做民工 进场打螺丝吗 少数可能会接受现实 拖下孔一几的长山 我截图的这位朋友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多数不会 他们要么走向慢就业躺平 要么几万人去争抢一个体面的政府岗位 以此类推 到了第三年 就是2900万人争50万个岗位 十年后我们可能需要 一亿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所以 当你觉得问题已经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说实话 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难 我有时候也很难评 因为怎么说都不对 个人因素说不得 宏观因素更说不得 究其根本是 大家都不敢面对现实 习惯性逃避 习惯性把问题留在以后解决 当然了 也不必太悲观 因为改变正在发生 比如5月15日 教育部拟同意设置24所本科高校 其中21所高校为新设立 多为研究型大学 我理解的是 这些大学更注重职业教育 以中为史 即偏向于德国的培养工程师 而不是传统的刷题式应试教育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 出生人口越来越少 为什么还要新建那么多大学 还有学生去读吗 我想说三点自己的看法 一是很多人把出生人口和高校需求混淆了 按出生人口的时间推算 人口下降影响大学还需要10年 而且 这还是不考虑放开让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情况下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还急需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满足人们的需要 另据统计 去年全年增加了70所大学 增加学位约35万个 二是 高校过去的规模化发展已经不适用新形式 未来高校会越来越趋向于错位发展 规模会变小 专业度更为精细 第三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为什么不在现有的体系下改革 而是非要新建 我的理解是 另起炉造比改革更容易 完全采用新体制 不存在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冲击 因而变革可以做得更加彻底 重开意味着从零开始 可想而知 阻力也不小 比如财力 社会认可度 校友圈等方面 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 可喜的是 我们终于开始正视 让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成为社会所需 这一至关重要的事实了 其次是人社部24日宣布 你增加19个职业 29个新工种 其中包括网络主播 生成是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 用户增长运营师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等 前面我们提到了 网络主播群魔乱舞的危害 为什么国家层面却不禁反增呢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经济 和新就业赛道 是未来商品销售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 有问题不意味着要一杆子打死 只需加以修正即可 再者是更加善待民营企业 要稳定 不要动荡 为什么这点很重要 因为相较于垄断型的国有经济 民营经济 才是真正肩负解决就业大任的主体 这点就不展开说了 民营经济的56789 就是市场检验的结果 综上 我们只说了两个正在发生的 解决就业的途径 一个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一个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都非常对症下药 但现在的经济形势 和我们的举国体制 也决定了这两项改革 并非一日之工 那有没有更立竿见影的方式呢 一个人的消费 是另一个人的收入 解决基数庞大的底层人群的就业问题 终究要围绕有钱人构建良好的消费体系 比如 试点允许个人购买土地建房 其实就是培育有钱人新的消费习惯 从而串联起设计 监理 装修 家电 销售等多个关联行业 让有钱人花钱 让更多的人有事做 有钱赚 这是一个消费逐接传导的过程 当然了 不管做什么 都别指望所有问题一次性解决 大学生的问题解决了 后面还有新生的问题 老年人的问题 十年后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占比将超过三分之一 他们的养老以及养老金发放 又是新的问题 经济发展本来就是一个问题 叠加另一个问题 不存在永远的平衡态 我的意思是 有时候我们个人也要有觉悟 别总想着一夜暴富 花两块钱半几百万的大事 总想着天上掉免费的工作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 能做的是脚踏实地 以及努力修炼优势 明众 快乐 无醜 平衡